诶 乡亲啊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一 我来到这个海滨 那是有够漂亮的 真正 看这个 整个海滨有够漂亮的 有人帅哥在那里找虚 你看看 夭壮漂亮的 来 我现在来给你开航一下 开航什么主题呢 今天大年初一 我们台湾人都会说好听话 祝大家新春大宅 新年快乐 健康快乐 好 来 我今天 早上起来 我前面唱卡拉OK 唱到12点半 说要唱到12点才有算 我来唱到12点半 八九点起来 把我好朋友拜年以后 来 我电脑打开 电脑打开看到三点 看到我来说 说习近平 中国的习近平 说给我们三军 浴海空三军拜年 你不是帮我们台湾是你们中国的吗 帮我们三军拜年 说不帮我们台湾人拜年 说的意思是说 我们三军是中国的 我说给你听 真的 真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 如果中华民国的东西都是中国的 好 这点 我是整个 今天大过年 不要说买位 真的整个LOP都是火 我们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 你把我们台湾 浴海空三军拜年 我们浴海空三军跟在中国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本质 中国人的本质就是骗 当实际谎话 就说成一句真话 你要相信吗 我差不多10年前 在新加坡 那时候我去新加坡 二三十遍 做生意 去新加坡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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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的平堂 和我们新庄的栗栗 有一条高速公路 海底高速公路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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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成一句真話 意思就是要跟世界上的人說 說 台灣像我們中國的 他不只不能參加世界上的組織 你看看 我們國內裡面 新竹到福建的平坦 都有一台海底高速公路在走 真的 現在還向全世界說一說 他把台灣的海空三軍拜年 拜給美國聽 我告訴你 美中貿易戰一直打到現在 美國人很簡單 你在3月1號 沒有把我們所要談的事項講清楚的話 現在的10%的稅收再加25%的稅收上去 所以說 屬性在中國已經530萬間的店 的私營企業 乖問 530萬家的私營企業 官方有宣布的就有740萬的農民工都已經失業了 全的經濟 全的GDP都負值 GDP是負值 以前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每一年中國的GDP的年增率 都15%到20% 現在官方宣布6.5% 相松座教授講說 不到1% 屬性是麻煙拉斯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中國雀的都幫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中國有非洲豬瘟 這個非洲豬瘟已經搞到 這個非洲豬瘟全世界大家都在看 中國人有60%的人是吃豬肉的 60%以上 60%到80%是吃豬肉的 吃豬肉的 所以說會改變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 中國的精華火腿 中國的所有肉製品 肉乾全部不能外銷了 只要抓到 中國因為肉製品不能外銷 導致於它整個經濟崩盤 整個經濟崩盤 雞 鴨 魚 羊肉 做火箭上升的漲價 那你雞鴨 魚 羊 魚 全部都漲價的話 那菜價要不要漲 也要漲 所以說中國自己本身 都已經沒辦法維持下去了 他還想武力換台 跟我們台灣人在那裡說一說話 我說這麼聽 中國 他就是一個欺騙的本質 對我們台灣人用欺騙 他對中國人也是欺騙 怎麼欺騙 中國人在任何的報章新聞 還有資訊媒體上面 不曉得有非洲豬瘟這件事 不曉得 非洲豬瘟 我跟你講 影響中國一百年的經濟 因為非洲豬瘟 一百年都沒辦法解除掉 這個是很嚴重的 所以說台灣目前 所以說我現在要講的 今天全九首要講的目標 第一 大家新年快樂 第二 中國人 你的經濟 因為美中貿易戰要崩盤了 你不要在那邊說十句謊話 講成一句真話 我們台灣人 沒在信到你這裏 好 但是今天這節說到這裡 新年快樂 大家新春大發財 你看看 好 這裡這麼漂亮的風景 OK 來 新年快樂 大家新春大發財 好 再見 拜拜